我們現在看利奧科534隻的天台特色 你見到樓底是超高 還有一線落地大玻璃 看出去還要一個維廣的演化學 是超級難得 我們這裡就是一個踢 長型的 雖然炸身一點點 但是亮火就是這樣 為了一個高度沒有辦法 這裡就是一個L型的廚房 但是它可以封一點門 那些巴士門 把它變成一個緊柱也OK 但我覺得這樣的設計也OK 而且它的配置上用色彩刀也OK 收納量自然夠 然後這些櫃面也OK 我唯一一件事不喜歡就是 它用這些伸縮的水龍頭 其實這些很容易畫 然後這裡看出去就看回九龍站 尖沙咀 桌面也夠多 轉過來 這邊就是一些鞋櫃位 它基本上都可以放到很多 上面就是內置樓梯 我們等著再看 這邊就是梯底的存物空間 你看到它裝了冷氣 其實為什麼呢 有機會是給工人姐姐用 走前一點就分別一個客廁 客廁都挺體利的 做了一個光質分離的設計 空間都OK的 基本上一個男生 不要太肥就可以 都可以用不到 活動不到 空間上是OK的 然後我們再走出一點 這裡就是它的第一間睡房 又有一個很大的很巨型的介音瓶 然後有一個工作露台 看出去看到海景 很難得 向這邊走就是另一間睡房 這間睡房就大間多一點 有一個露台 看出去看 這個露台就大一點 可以放一張椅子 有空拿著一杯酒 走出去超客 有發展商做了一組衣櫃 透明衣櫃 實用性都挺高 但如果我的話 叫發展商做高它 其實更加好 這裡就是主人的浴室 可以看到這間浴室是兩個浴室 跟客廁差不多 然後我們再走前一點 它入門的位置就是指墓門 順著指墓門 我們沿著樓梯 走上一梯 剛才說它有點扶手 梯架的位置 其實都可以做一些Decoration 畫畫 做一些不同色彩的布置 又走到這裡就是一個天台位 這樣推出來 整個室外的空間不算特別大 大概是334公斤 但是有海景 前面就是中國銀行的分行 這裡就會封的分行 這裡還有一張桌子 讓你超過 拿著一杯酒 嘩 敬月亮 基本上住在這裡 都是那些精英的金融人士 轉過來這邊 我幾個地人 那麽 就有一個水槽 還有一些空間 這個天台就圍著一個梯屋 那麽 好可愛 小朋友就喜歡捕捕捉捉 就可以這樣 這個正常就會上去 這個位置就公家 讓人們上去做的 設計這間 赤家大概兩萬九三萬 凡你觉得值不值?